大家好,我是谷月 春天的菠菜很鲜嫩 今天用菠菜和木耳做个爽口的小凉菜 脆嫩的菠菜加上爽口的木耳 吃起来非常的开胃、简易 做法还很简单,几分钟就能搞定 首先准备一小把的木耳 加少许的白糖 再加入一碗温水 加入白糖可以让木耳快速的泡发好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 新鲜的菠菜准备两块钱 先将老叶和菠菜的根给它摘除掉 这样待会清洗的时候 更容易将它清洗干净 去掉根茎后将它放入大一点的盆中 菠菜的叶片之间很容易有泥沙 我们将它一片一片的给它掰散 这样更便于清洗 全部掰散后 加入一丁点的食用小苏打 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将它没过菠菜 加入食用小苏打 可以将菠菜清洗得更干净 用手给它搅匀一下 然后给它浸泡几分钟 将里面的泥沙给浸泡出来 趁这时间我们准备几颗去皮的大蒜 用刀将它拍散 拍散后给它剁成细小一点的蒜末 便于更好的散发出蒜香味来 剁碎后装入小碗中 再准备两根洗净的小香葱 将它切成细小的葱花 切好之后也装入碗中 接着准备几个小米辣 将它切成小段 稍微加点小米辣 吃起来更开胃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不用放 切好之后和葱蒜放一起 再加入一勺熟芝麻 接着淋入一勺热油 激发出香味 调味加入少许的食盐 一丁点的白糖 再加入两小勺的生抽 一小勺的香醋 来少许蚝油增加鲜味 用勺子搅拌均匀 这样调出来的料汁 还可以用来拌黄瓜 拌土豆 吃起来非常的开胃 将里面的调料 搅拌均匀后 再放一边备用 泡好的木耳 给它抓洗几下 将里面的灰尘与杂质 清洗出来 清洗干净之后 捞起来沥干水分备用 都准备好后 再将菠菜清洗一下 菠菜这样泡一下 泡出了好多的杂质 你看一下 里面的泥沙和杂质 非常的脏 接着我们放入 流动的清水里面 再一根一根 将它清洗干净 自己在家动手做 追求的是卫生和健康 清洗的时候 会清洗得更彻底 比在外面吃得更放心 将它清洗干净之后 再捞起来 将水分沥干 沥干水分后 放在菜板上 然后用刀 将它切成长一点的段 可以稍微的切长一点 这样吃起来 会更过瘾 接下来 我们准备锅 倒入适量的清水 水烧热后 加入半勺食盐 再滴入少许的食用油 加入食盐 可以掀入底味 加入食用油 可以起到保护膜的作用 让超烫出来的菠菜 颜色更翠绿 不会发黄 水烧开后 先倒入木耳 给它焯两分钟 将木耳 焯烫至断生 焯烫好后 再将菠菜的净杆 先下入锅中 搅拌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焯烫几秒钟后 再将叶子下入锅中 这样杆子和叶子 成熟度一致 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 菠菜叶子 焯烫的时间不易太长 大概十来秒钟 当叶子变成深绿色 我们就可以将它捞起来 再倒入准备好的凉白开中 给它过凉一下 这样颜色就不会变黄 吃起来也会更爽脆 稍微凉一下后 攒用双手将水分给挤干 做凉拌菜过凉的时候 一定要用重浸水 或者凉白开 这样吃起来才更健康 将水分挤干后 再次放入大碗中 将它抖散开来 接着将调好的料汁 倒入碗中 然后用手给它搅拌均匀 让菠菜和木耳 充分稀疏调料的味道 充分搅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将它装入盘子里面 这样一道简单又美味的 木耳棒菠菜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 清脆爽口 好吃又简易 做法很简单 吃起来开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 就收散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并且留言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古月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